是不是笑成一個 還滿多的 我們有一句話說 兄弟起心 起立斷經嘛 那如果兄弟一心的話 就 那有一對兄弟 他們其實還算滿有名氣的一個 小有名氣的一個律師 他們兄弟兩個都是律師這樣 結果有一天的時候 哥哥就看到那個氣象就說 可能在過一段時間之後 可能河灣山上面可能會降雪 所以他就開始就提議了 就是說 那我們就乾脆就開車上去上山 那他看到媽媽說 他媽媽說 那你就找你弟弟好了這樣 一開始那個弟弟講 幹嘛去咧 要看雪 去國外就有了 國外來冬天每天都有雪對不對 那何必要客氣跑這一趟 哥哥可能看不到雪 一開始講沒有時間 後來媽媽在做仲裁的情況之下 他弟弟就說好 那好沒關係 我們就去嘛 所以他們兄弟兩個人 因為都各有家庭 所以開了兩部車 那媽媽就坐在哥哥的車子上面 那兩個人就這樣子 就從台北就出發了 然後就往河灣山上面走 所以一路上面的時候 兄弟兩個人就停下 你總要吃飯 吃飯的時候就為了這個 這個可能住宿費用啦 還有買什麼東西啊 該怎麼樣子 大家怎麼分攤啊 其實就已經有點意見不太合了 怎麼計較 就開始斤斤計較了 那大家也沒講什麼 因為媽媽在那邊 媽媽就像那個法官一樣 就坐鎮在那裡 兩個跟他採公罵一樣 都不可以講 就講了一半之後 然後就講不下去了 反正就是媽媽最大 後來到那個河灣山下面的時候 通常一般來講的話 如果你預期它可能會降雪 或結霜的話 通常我們會在上面 要裝那個雪墊 對 然後要裝這樣 弟弟就講了就說 看這個氣象感覺起來 好像也不會降雪啊 那裝了 我們去租這個白租了怎麼辦 哥說那還是裝比較安全一點 對啊 以備不時之需啊 對 結果弟弟就說 那我不要裝啊這樣 哥哥一看了之後就想 好吧算了 以核為貴 所以就算了 這樣兩個就上去 就不爭了 果然有沒有 一滴雪都沒有下來 結果地面上面有就結霜 它一定會有那個結冰 那個薄冰的那個情況這樣 就兩個一看 沒有雪可以那個上了 那大家就這樣子 就是隨便拍個照啊 然後夜夜一下完之後 就打完兩家人就下山了 這一下山之後呢 就因為沒有裝雪鏈 它下面那個下面 還是有點滑 所以就兩個車就打滑了 打滑的時候哥哥比較慘 對 很危險 哥哥就把那個車頭 就往那個山邊 這一定 就沒辦法 這一定要撞山壁 因為另外一邊的話 就懸崖 就掉下去 就撞下去 撞之後呢 那弟弟之後後面 也跟著滑過去 就頂到那個車 哥哥的那個車尾 兩個人下來之後呢 那兄弟兩個就為了 要裝雪鏈 不裝雪鏈這個爭執 就展開了一場那個 前所未見的那個法庭的 那個工房辯論 兩個人開始就 就畢畢媽媽在那邊罵 罵了到最後的時候 就開始大打出手 兄弟兩個就很不開心 就開始打起來了 這個時候媽媽仲裁也沒用了 媽媽仲裁也沒有用 媽媽只是在旁邊哭了 你看到法官哭得很慘這樣子 就兩個律師就打成一團 可是這樣子 因為你本身來講 你車子已經卡在這個半路上 對 你前後的車子 因為那個路很窄 也過不去 所以就變成一個大塞車 然後兩個兄弟就在那邊 打得一塌糊塗 因為旁邊也不知道 發生什麼事情 也不敢去揭露這樣 有人就去報警 那時候下面有一個分助所 那個員警 就騎摩托車 就最後有一個員警 還因為這樣才摔傷 還摔傷 造成骨折 後來員警到了之後 那才發覺到 因為兄弟兩個人有沒有 然後為了這個事情 然後那個員警要火 就開始就各開了一張罰單出去 然後邀請他們 因為他們造成大塞車 對 他們就講說 你們兩個剛才把車子弄下來 多到下面去 我們到下面去調警 因為兄弟兩個要互告 對方傷害 因為兩個都是律師 實在有太多的思緒了 靈感很多 警方就要互告 那我就把筆錄做完之後 我就移送就好了 對不對 結果一出來 兄弟兩個人出來之後 媽媽跟著後面 沒想到兄弟兩個人 又一眼不合 又打打出 再打第二拖這樣 後來聽說他媽媽 整個難過到後來說 又想要去跳山坡 後來就被兄弟兩個人 拉回來這樣 全家都會那麼戲劇化嗎 好可怕 所以那一次的時候 大家看到就整個 就是律師的這個家族有沒有 上一檔那個兄弟 那個八點檔的那個 這樣一個戲 他們真的不要 就這麼不合 就不要出去玩了嘛 就真的不要勉強 分開走就好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安排 才能讓長輩也開心 小孩也開心 然後我們自己也覺得 還滿享受的 是在其中的呢 好 首先你在挑日期的時候 對 如果你不一定要跟人家 擠禮拜六 禮拜天 平常日 你跟人家塞車就盡量避開 對 不是整個遊樂區都被你包了嗎 而且如果是暑假的時候 有很年長的長輩 對 盡量暑假 或是說連續假期 不要那種 單一條路的高山上 阿里山一條路 西頭山林溪一條路 雪霸關路一條路 所以那種一條路的不要去 塞住了 沒有別的 沒退路 如果說老人家忽然間晚上 急著要趕快看醫院什麼 怎麼下來 對 然後再來我剛剛講說呢 高鐵也有所謂的離風時段 離風時段就比較便宜嘛 對 如果有十個人以上 就可以買團體票也比較便宜嘛 然後到了高鐵站 比如說你要到南投 有那一個所謂的台灣好行巴士 就是走遊樂區的 不是進到社區的 對 一百多塊就到了 接駁車很快 很便宜嘛 然後你到了日夜坦之後 電話給飯店 我們到了 他就直接免貴來跟你接駁 然後住飯店的時候 如果你的口袋夠深 選擇比如說住飲品大飯店 這個飲品大飯店 以我的經驗歷年來 多開心 為什麼 你有那個娃娃 要斜走路 要玩娛樂的氣氣氣氣氣那種 他有 飯店有時候有吃 因為國中高中的 只要玩那個什麼他有 要游泳的他有 你不要以為老人家都不上班 有時候老人家很健康的 他也可以去游泳 他想要SPA衝一下 那邊也有 然後大家名以實為天 我的天啊 就是我的吃 魚的肉會 魚的肉 肥瘦 包肥 對 小孩子高興 大人也高興 早餐可以吃到十點多 也很豐盛 對不對 然後老人家早起有地方去啊 後面你可以走到文武廟 又可以走到行光室再走回來 要不然你可以參加飯店的七點 就開始帶著你走的 神明義步道 各取所期 各取所好 其實現在很多飯店 都有推這樣子對不對 對 早上啊 長輩有地方可以走一走 然後小孩也有遊樂設施 可以走 主要是早餐可以比較晚一點吃 對 然後長輩要早點吃的嗎 OK 那如果再稍微吃一集的話 比如說在日夜潭那個附近 第二線不是在湖旁邊 也有個度假村 叫金眼度假村 它那個小木屋 有檜木的 有山木的 然後它有很大的一個園區 然後綠色的草地 小孩要走來走去 然後小孩子要玩水 老人家早上一大早起來 老人家 這個床就可以一家大小 全部都可以進去 對啊 它可以滿足各種需求 來 我給妳推薦幾個 小秘境 小行程 比如說 金融山看日出 四點人家車子就來了 一來一回四百塊 看日出 然後四點多 然後六點多就回來了 對 看日出 看日出的行程 我們都覺得好走 早上最深一點 我們個人才剛剛睡耶 我們有沒有看夕陽的 好 坐著看星星的 那再來就是祕境路線 比如說蓮池潭 是一個國家級的 這一個森林培育的一個地方 是一個 這棵這裡有蕭郎 蕭郎 蕭郎牧 對 蕭郎牧 什麼一個蕭郎在那 然後日夜潭不是很多 阿桑母紅茶嗎 對 你去看看 阿桑母紅茶就在那檳榔樹下 然後還有全台灣最大的竹子 你應該沒看過 蕭郎一隻這麼大 真的嗎 可以吃嗎 它損出來還是可以吃 很有意思的 對 其實有很多祕境的步道 都滿推薦大家去的 但是盡量就是避開那個尖峰時間 如果真的避不開的話 就好好的想一下 你還要不要出門 對啊 因為出門大家都想開心 不要人擠人 其實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盡量選 有很多方法可以到的路程 沒錯 好 但是像這個有時候我們出遊 然後顧老顧小的 所以大家就會有一些糾紛 但有的時候 也是會有外人來跟你攪局 對 因為大家也都在玩 也不是只有你家在玩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會有哪些亂象呢 好 就是各景點 全部都是人擠人 沒錯 去了發現的話 有時候它會人數限制 你現在不能上山 或怎麼樣車子有限制 不能上山 就都進不去 但是第二個我覺得讓大家比較不開心 就是店家會坐地起駕 你人都已經在那邊了對不對 香腸平常一根三十 然後突然人多變一百 你是要吃還是不要吃 因為現在很餓還是得吃 對啊 但是這種的話 肌肉就已經不好了 好 第三個 再來第三種 就是你當初預購的 但是到了現場發現 全部都變成無效了 所以蘇宇遇到的是哪一個狀況 我自己遇到的是 遇到其他遊客讓我覺得 我是那時候帶孩子出去玩 然後是在台中 一個比較山上的 它就是裡面有可能農場 然後有小朋友 小朋友可以去餵一些動物這樣子 然後因為聽說那邊夜景 也很漂亮 我就帶孩子去 照照照面以後發現 因為人太多了 所以他們採 就是進去的方式 變成是你要管好 對 你要去抽號碼牌 然後喊到你的數字的時候 你才能去那邊準備進去 連農場都要這樣 對 因為人太多了 外面好險還有 幫忙小朋友帶一個小足球 我們就在外面踢球 但我們在外面踢了兩三個小時 真的沒有辦法 踢到就是小孩之後 都已經大流汗了 可是問題是 你要離開嗎 你一下去 又是重新再塞一次 而且都已經上來了 就會覺得還沒看到動物 就只能等 好 就是人比較多 我也沒辦法 好 真的進去以後 因為我們就會排隊 然後排隊 那小朋友就想要餵兔子 然後我前面那個媽媽 我就看到她拿那個 就是紅蘿蔔 她就跟她小朋友說 快點來餵小兔子 快一點... 她小孩根本就沒有在理她 可是因為媽媽排很久 對 媽媽排很久 可是那小朋友就一直說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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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直要走 好 你不餵 媽媽餵 然後你知道她怎麼樣嗎 她把她手上 因為她也沒有心要餵嘛 因為小孩都不來啊 她直接把她手上了 兩杯紅蘿蔔 倒在地上 讓妳後面就不用餵了 對 她一到晚後 我真是傻眼 因為我就過去 小朋友怎麼樣揮 她都吃下面 冰的下面 然後妳本來想拍那種 小朋友可愛餵兔子的照片 拍不到 就算我小孩再配合 但是那兔子不配合 就已經很棒 小動物也想趕快下班 想要你們好了沒 不只葉黃素 更要瞎紅素 醫師推薦 明眼人的好選擇 先證 買單再送益生菌 加入會員 再送88個物金 搶優惠緊播 0809-08-7788 0809-08-7788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妳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妳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